你可以摸一下椅子 感覺上濕不濕濕的啊 要摸椅子好了 沒關係 好心哥哥 人家寶弟才22歲 沒有那麼老派啦 表演機會不管在哪裡 如果哪裡有需要我的舞台 我就可以去試試看 觀眾朋友啊 我們寶弟真的長大又變帥了 他在中國發展7年 現實環境外加激烈競爭 讓寶弟從一個小屁孩 進化成略帶北京上 駕鋼給男主漢 我記得我們第一場比賽 中午12點舒嬅 錄到隔天早上8點 我覺得比較難適應的是睡眠 就是你基本上 就是要犧牲掉所有的睡眠 那你這樣體力上面 會覺得比較累嗎 我覺得現在我真的 沒有資格含淚 我一次累都不敢 也不敢休息 因為壓力太大 被刺 從表演開始就 各地都跑來跑去 到現在也有個7年了吧 我當初其實是一個人飛 到北京 然後住當時的一個朋友家 小小的地方 然後每一天 我記得三餐都是不定的 然後要跑三個組 四個組 這樣持續幾個月 然後好不容易才能試到一個席 你去世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爸爸是高大 不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爸爸是誰 包括我這次去音樂的節目 音樂的平台 沒有一個人 提到我的背景跟環境 他們說 這個是Cody 來自台北 如果我爸還在的話 應該是可能可以這樣講 不過現在真的 是我自己的世界 我去哪裡都是一個人 沒有任何的背景 我很驕傲 能夠當他的兒子 以前的標籤 有也好沒有也好 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我不太會做太多的解釋 我只會繼續做我的音樂 前幾天 八八節 我開車去看爸爸 然後把我這次所有表演的影片 播在他旁邊 放給他看 其實不只父親節 想他我就會開車 因為一個多小時嘛 也很舒服 就聽他的歌 然後去看他 我是基督徒啦 但是有一次我帶一個朋友 他是就是有那種體質 然後玩了以後他就說 剛剛他又感覺到 爸爸在身邊 我就是很後悔 小時候沒有跟他講太多話 小時候也不懂 太小了 太小了 現在寶弟只想在演藝圈努力扎根 談戀愛這座麻煩事 只能累得夠啦 你希望你一般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 我幫我把不見的東西找回來 我生活真的是 生活白痴 前幾天才找我的存責 還有我的遮瑕膏 過敏藥也不見了 帽子也不見了 吹藥石我也搞掉了 那天 手機掉進行車上 然後沒電了 關機了 然後我的計動車是路邊來的 還有是我在地下室 然後我朋友 要幫我放東西在後座 然後他要過來前座 然後他一放完我就開走 然後我開到很遠以後 然後我才想到他不在後面 我是跟他講話 我是跟他講話 我說我沒有人 所以小燕姐有說幾次可以交你的朋友嗎 他沒有說 他說你要交隨便你是你的事 但你不要有麻煩來找我就好 謝謝寶弟 謝謝 今天很走心耶 加油啦 謝謝 來日好強的 就是不要走歪就好 不會啦 你們覺得我應該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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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動新聞 小編認證沒有歪 不倒 沒有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